第331集 有人会问啊 为什么我们抓住了一根绳子 就等于是抓住了上吊鬼呢 这个很简单 因为上吊鬼的魂魄 就附在那根上吊绳上 远魂附在上面 被绳子所束缚 晚上可以自由地离开一定的范围 但白天必须回到绳子上 找到了绳子 就等于是找到了吊丝鬼 附在绳子上的怨魂 此时就是一条绳子 想怎么处理都行 其实上吊人用的绳子呀 一定要弄下来烧掉的 连同吊死时的树枝 和底下的黑炭怨气 都得烧掉 一般上吊鬼害人 是让人把绳子拿回家 那就是上吊绳 如果拿回家的话 就只能自求多福了 不仅仅是这些 一般情况下 死人用的东西 不要放在家里 死人送的东西 最好也不要留着 也就是说 死人的东西啊 通通烧掉 归还给鬼 才是正当 因为有些鬼不愿意去阴间 在阳间晃荡的时候 总需要给他们附体的东西 那么生前用过的东西 是最好的选择 我们两个守着那根上吊绳 生怕上吊绳跑了 再也无心睡眠了 一直等到了天亮 到了天亮之后 胖子因为昨天晚上的事 差点把我害死 不敢鞠躬 他让我拿着绳子 还让我不要把昨天晚上的事情 告诉师父和麻子大爷 他还求着我说 让我说是我们俩一起 把吊丝鬼抓住的 我是善良的人呢 最是心软了 看着胖子哀求 就点头答应了 我们两个拿着绳子 高高兴兴地拿着 朝着麻子大爷和方大爷住的地方 而去了 在路上 正好遇见了田大贵的媳妇 领着他的儿子在那里看花呢 要说田大贵这个儿子呀 一点都不像田大贵 长得尖嘴猴腮的 一对小眼睛像是一只猴子 而田大贵则长着的大四方脸 一看就是有福气的胖子 明眼人一大眼 就知道田大贵的儿子有问题 我们走到了田大贵媳妇的面前 站在那里 恭恭敬敬地喊了一声田声 田大贵的老婆翻了翻她的四白眼 鼻子里轻轻地哼了一声 算是跟我们打过招呼了 她鼻子里刚哼完 忽然看见我们手里的上吊绳了 当时静得张大嘴巴 一脸的紧张 嘴里结结巴巴地说着 绳 绳子怎么会在你们的手里 不做亏心事 半夜不怕鬼叫门 人心里有鬼啊 表面上自然就会表现出来的 从田大贵媳妇的脸上 就可以看出来 她肯定知道上吊绳的事情 不然也不会这么惊讶 这个女人从第一眼开始 我就觉得她心机太重 不是什么好人 见她瞠目结舌 满脸慌张的样子 就轻蔑地说 这根绳子就是我们昨天晚上捉鬼的时候 在大衣柜里找到的 看样子 好像是有人故意害人 在大衣柜里下的震物 我故意把故意害人这几个字说得很重 一边说一边看着田大贵的媳妇 田大贵的媳妇一听我说出四个字 当时脸子就是一变 不过很快就恢复了正常 对我说道 胡说 你个小屁孩 简直胡说八道 区区一根绳子 岂能说是害人的证物 你们这些江湖骗子 整天就知道胡说八道 小事说大 大事说死 死事说活 看事全凭两片嘴 无非就想骗几个钱 我当家的信你们 我可不信 识相的话 就赶紧放下绳子 不然的话 我就告你们偷东西 让公安抓你们 田大贵的媳妇 那嘴皮子是相当的厉害 连环炮一样说了一大对话 胖子听到这里 嬉皮笑脸的说 绳子 我们干这行事 都是凭着良心做事 做事呢 也算是光明磊落 不像有些人 表面上是人 暗地里是鬼 而且还是家鬼 害死自己的家人 少废话 你们两个小畜生 赶紧给我放下绳子 然后带着那个瘸子 赶紧滚蛋 这是我家 老娘我说的算 哼 胖爷我是神 不是你想请来就请来 想送走就送走的 今天这上吊绳的事情 咱一定弄个水落石出 这根上吊绳 明显的是一个害人的压胜之物 用这种邪术害人的人 一定是心如蛇蝎 恶毒心肠的人 胡说 你们两个小畜生 大清早的就在血口喷人 你也不打听打听 我们田家可不是好欺负的 你们赶紧把绳子给我拿来 否则我找你 打断你们的狗腿 让你们想滚都滚不了 赶紧把上吊绳给我 说这话的时候 田大贵媳妇的眉毛倒立 眼眸凶光 直接撸袖子 一个肩步窜上来 直接就抢我们手中的绳子 在旁边的小孩一看这个架势 吓得在那里哇哇大哭 一边哭 一边抱着田大贵媳妇的大腿 田大贵的媳妇 使劲的一甩腿 把她儿子甩到了一边 然后一把抓住我手里的上吊绳 就往她那里拉 我立即小啊 还真有点抢不过她 幸亏有胖子帮忙 田大贵的媳妇抢不过我们两个 说了句 我和你们拼了 一下子 把头发弄乱了 就撒起了泊 披头散发的样子 让我想起了母夜叉 当年母夜叉打架也就是用这一套的 女人打架一点技术含量都没有 只要是能用得上的武器 绝对悉数用上 像脚 手 牙齿 指甲 都可以当做武器啊 田大贵的媳妇如同风魔一样 整个的脸都扭曲了 眼睛死死地盯着我的脸 忽然伸出一只手就朝我的脸抓过来 我一看 田大贵的媳妇朝我抓过来了 想给我脸破相啊 我最烦的就是这招 当年被大牛抓破脸 成了我的耻辱了 我看她抓过来 当时身子一矮 一朝拨云见日 直接就把田大贵媳妇的爪子拨到一边去了 我躲了过去 胖子没躲过去 等她发现田大贵的媳妇朝她抓去的时候 再想躲开已经晚了 呲的一下子 就抓到了胖子的脸上 尖尖的指甲 特别的锋利 这下好了 直接给胖子来的舞蹈爪印 胖子一下子急了 嘴里骂道 我是日日牢牢的 我胖子最恨人抓我的脸 看来胖子也烦人抓她的脸 还一脚朝着田大贵的媳妇小肚子踹去 这可是女人的软肋 当时田大贵的媳妇就捂着小肚子 哎呦哎呦的叫了起来 就在这时 麻的大爷和田大贵来了 田大贵看到这些就大声的说 你们这是干什么 田大贵的媳妇一看田大贵来了 当时就一直坐在地上 哇哇大哭起来 一边哭一边说 都是你干的好事 请来了两个小畜生 他们偷了我们家的东西 我朝他们要 他们就打我和你儿子 你要是你再晚来一步 我和你儿子就被这两个小畜生打死了 你田大贵要是个男人 就要为我做主 田大贵听到这里 当时脸色就不好了 他几步走过来说 这这 哎 我说两个侄子 我田某人带你们布包 你们怎么能偷东西 还打了你婶子和小孩呢 我举着那根黑色的上吊绳 对田大贵说 田叔 打人是婶子先动了手 他把我师兄的脸都抓破了 我师兄是自然反应 才碰了婶子一下 你的儿子也不是我们打的 至于偷东西 这根黑绳子 算是我们偷的吗 绳子呀 这 这个 这个肯定不算 这时田大贵的媳妇 在地上一下子起来了 朝我们吼道 算 当然算 一草一木都是我们家的 你赶紧把绳子给我拿过来 说完 又上来抢绳子 田大贵看到这里 大声地嚷道 你个百家娘们 不就是一根绳子吗 两个侄子 要是看着好 拿去就是了 不行 不能拿走绳子 田大贵 你今天要是让那两个小畜生 拿走绳子 我 我就死给你看 这下子 这下子把田大贵给僵住了 他站在那里 不知道怎么办才好了 麻子大爷过来 他拿过绳子 仔细地看了看 又闻了闻 脸色一变 就在那里问道 帮子 房子 小东 你们在哪里找来的上吊绳 这上吊绳上面被血染黑 是个血性很厉害的压生物 有此物者 家中必会出现血光之灾 安静地烧掉 省得再害人 田大贵听麻子大爷这么一说 就结结巴巴地说 老 老哥 你说这 这也是上吊绳